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学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学习二三四的惩罚口诀 好,我们先来想一想 这里有乒乓球拍 那么它们和惩罚口诀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可以根据乒乓球拍的数量编制乘法口诀 同学们你们想一想怎么根据乒乓球拍的数量编制呢?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学一学吧 一理解图一 我们看一副乒乓球拍有两个球拍 所以就是一个二 那么两副乒乓球拍呢? 是不是就有一个二,两个二呢? 所以是两个二 根据球拍的个数 我们可以编制出二的惩罚口诀 一二得二,二二得四 那我们来一起编制一下惩罚口诀吧 还可以用点子图 表示出球拍的个数 一个点表示一个球拍 我们先实物呈现 看,这就是两个球拍 那它表示的含义 那它表示的含义是什么呢? 我们刚才说了 它表示一个二 二 我们可以列出乘法算式 一乘以二等于二 二乘以一等于二 我们想一想编制惩罚口诀的方法 一二二不够十 所以要加一个得 一二得二 这就是第一句惩罚口诀 我们再来看下面有两副乒乓球拍 表示的就是两个二 我们列出来的乘法算式是二乘以二等于四 那同学们,你们自己来编一下乘法口诀吧 二二得四 同学们,你们编对了吗? 所以二的乘法口诀就是 一二得二,二二得四 好,我们下面用类似的方法 编制三和四的乘法口诀 我们来看三的乘法口诀 一三得三 一乘以三 我们知道等于三 再来二三得六 二乘以三等于六 最后呢 三乘以三等于九 我们可以编制出来 三三得九 这就是三的乘法口诀 一三得三 二三得六 三三得九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四的乘法口诀 一四得四 一四得四 二乘四呢 等于八 所以就是二四得八 三乘四 等于十二 你看这回满十了 我们直接就可以说成三四十二 最后四乘四 我们知道等于十六 所以直接说四四十六就可以了 同学们 你们会了吗 三的乘法口诀 一三得三 二三得六 三三得九 四的乘法口诀 一四得四 二四得八 三四十二 四四十六 好了,下面我们一起来练一练吧 拥有二三四的乘法口诀 球机 先看第一题 二乘以一等于几呢 我们想一二得二 所以二乘以一等于二 再看四乘以三等于几呢 我们想三四十二 所以等于十二 下面一题 三乘以三等于几呢 我们想三三得九 所以得九 同学们你们都做对了吗 好,下面呢 让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本节课的内容吧 我们学习了二的乘法口诀 它有两句 一二得二 二二得四 还学习了三的乘法口诀 有三句 一三得三 二三得六 三三得九 还学会了四的乘法口诀 它有四句 一四得四 二四得八 三四十二 四四十六 好了 同学们 你学会了 二三四的乘法口诀了吗 回去要多加练习啊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待